稍微講一下 剛剛在裡面有跟館長說什麼 哦 呃 寬姐很客氣 她就一直就說謝謝 我說其實寬姐不要這麼講 因為事實上寬姐她以前 呃 就是我做娛樂新聞的時候 她是娛樂新聞的呃 我的製作人 所以其實寬姐 這是寬姐做過的唯一的電視節目 然後對 所以她是等於是 呃 我的娛樂主播的這個 開端的第一位 然後她非常提拔我 然後也很照顧我 然後我們剛剛就在聊一些 以前的很好玩的故事 還包括理查基爾啊 還有巩俐啊 叫密謀啊 就是我們那時候去廣州 怎麼去打天下 然後就把後來娛樂新聞這個品牌 就是等於後來整個在我們台灣 大家也看到就是 算是做的還還蠻風雅 發揚光大的概念 她心情有很還OK嗎 她一直想抽菸 但是小倩不准她抽 她就去廁所 可是我覺得 這是要時間啦 然後寬姐很客氣 就是她也覺得 一直說不好 雖然我們都算是晚輩 可是她就會一直很不好意思 一直說謝謝 那我們也很心疼她 然後就想說來陪陪她 那希望是說時間慢慢慢慢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對於自己媽媽這樣 就說對 一定是不捨得啦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可以理解的 對所以對 可是她還是很 有啦 可能小小的就聊聊啊 我覺得這樣子希望能夠陪到她 我也蠻好 就會覺得也蠻好的 這樣子 那為什麼娛樂新聞 那時候我寬姐啊 她就覺得有些場合不適合我 叫我不要去啊 就類似她就說 你一人有形象 所以我形象好 可能也是寬姐 hold住的吧 什麼場合 你確定沒有打到那樣 夜店 沒有啦以前啦 那是比較早期的時候 對 所以她是對我很好 對